核田玉满足这6点 坐等升值 订阅预员核田玉 每天学点新知识 作为天然玉石 核田玉并不等同于天然玉石 那么 我们该如何看待核田玉呢? 今天 就给大家说说如何正确看待核田玉的质量 1.产地 狭义的核田玉 指新疆核田玉 尽管透闪时含量超过98%的玉 如今都被鉴定为核田玉 然而 新疆料核田玉仍有其独特的质地 独特的非蛇纹石头闪石玉的价格 高于同等质量的其他产地 2.质地 当我们看到关于其他玉石质地的描述时 许多人会看到类似羊枝白玉的玉质感 就像凝结的脂肪 核田玉的特点 还在于其温润的外观和细腻的触感 而其抛光的表面具有模糊的胶质感 3.瑕疵 许多瑕疵 如矿点、水线、粘、粒、浆、沁等 都会呈现在核田玉的表面或内部 当然 杂质越少 核田玉越好 4.颜色 在我们的印象中 核田玉的形象是白玉无瑕 其实它的色域相当丰富 它主要分为五类 白色、青色、墨水、黄色和红色 然后 每一类都会根据不同的色调 有自己的划分 甚至会有青白玉 这两种颜色体系的过渡色 最珍贵的颜色 不是我们常说的羊枝白玉 而是一红二黄三羊枝的顺序 5.稀缺性 当然 除了核田玉本身的质地外 核田玉这样的作品 雕刻的精致程度 也会直接影响其等级划分 许多雕刻家可使其画侠为鱼 而有些人会让整个作品空有其形 6.雕工 银材诗意 一件好的玉雕作品 需要清晰的主题 清晰的轮廓 流畅的线条和恰当的细节处理 好工配好料是最好的核田玉成品 综上所述 我们可很容易地判断出 核田玉有什么生殖空间 一般来说 只有质地更好 核田玉才会被更多人所喜爱 而经过巧妙的艺术处理后 才会有更多的欣赏空间